我们拥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,而古代时期的人们也是非常具有智慧的。 很多古代时期随移留下来的西式珍宝在战争时期很多都流向了海外, 不过也有其中一部分宝贝被人们给发现了, 这部中国渔民在此理工51美元宝藏乘船重建天日, 美国要求归还遭拒绝, 很多人都知道那是一段无法抹去的悲痛经历, 不仅为我国带来巨大的苦难, 而且很多古人们随移留下来的珍贵宝物也大多都被他们掠夺走了, 不过有很多运送宝物的船只在返回的途中也遭遇了不测, 很多金银财宝以及珍贵文物都葬食于大海, 随着现如今科技水平不断发展, 很多人大多都会在这片海域进行捕鱼, 而往往也会有些意外的发现, 这部就有一片渔民在此发现了我国古代时期的宝藏, 据说人们在发现这座船的时候, 船上就有许多金银财宝, 这座财宝也大多都是战争时期亲密者从我国所挖走的, 而经过数据的努力, 我国打楼队也成功将其中的宝物打楼上来, 面对这样的事情美国也是表示想要我们归还, 但是这是我国的人物怎么可能随随便便交流外人呢, 我国便不假辞所直接言辞拒责了, 而且很多宝物食尘大海, 而且有一大块宝物依旧留在海外,